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第三种情况是名词加动词 名词加动词 比如说我们说风啊 雨啊 暴雨啊 水灾啊 什么啊 地震啊 减缓了啊 缓和了一点啊 像这样的东西啊 我们要怎么讲啊 那外国人常用 The wind has abated The rain has abated Storn has abated Flood has abated 这些风啊 雨啊 暴风雨啊 这个水灾啊 这些都没有问题啊 主要是外国人常用 Abated 减缓了 Abated 减缓 常用这个词啊 就是到底 到底就在这里啊 那为什么不用head 用has 因为这个现在完成式啊 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到目前为止 因为减缓到现在还是减缓了 你用head 你以为说啊 已经减缓了吗 过去了 那可是完成式不一样啊 一般过去式就是一个时间 那完成式过去时间啊 现在完成式过去到现在啊 过去完成式过去到过去啊 所以它就是已经过去 已经从过去一段时间 比如说从五个小时之前已经开始减缓 到现在的减缓嘛 你用过去式 过去减缓 那现在没有减缓就不对了啊 所以这个完成式啊 我们一般不太会用啊 完成式它表达两个意念啊 第一个就是已经 已经怎么样做了 完成了嘛 第二个就是持续一段时间啊 我们对完成这概念啊 比较了解啊 对 呃 持续一段时间啊 这个完成式的概念就比较不了解了 我们说飞机着陆了 飞机降落了 我们要怎么讲啊 降落啊 飞机没有问题吗 降落 有哪个 那外国人就常讲 an airplane landed landed说不对啊 land是土地啊 什么当动词啊 可以当动词啊 一字多一字多词性啊 本来是名字陆地啊 这边登陆 动词就当登陆啊 一架飞机登陆了 那我们说血液循环啊 血液 血液啊 都可以讲破音字啊 血液循环啊 采用blood circulate circulate就循环了 circulate我们也可以讲发行量 报纸啊 杂志啊 发行量 它就流通的意思 白是像个圆形的一样的啊 流来流去 到最后流到圆点啊 就是循环的意思啊 blood circulate 血液循环就用这个字啊 你用别的字就是很奇怪 老外就是 你怎么不会用circulate这个字啊 像文明的心酸啊 常用civilization rise and fall 或者the rise and fall of civilization 也可以啊 如果这边 这边是动词 如果说the rise and fall 就当名词 当名词用 这边是当动词啊 因为从我们这名词加动词嘛 civilization是名词嘛 名词的起来 名词这个文明掉下去啊 文明的right站起来了 文明要掉下去 一些心衰嘛 然后压着脚啊 这一般人不会啊 搞不好英文博士也不会啊 你说狗肺 bark 很多也不知道啊 那当然bark比较知道 喵喵 喵那个英文字 喵 第二个中音啊 也不会啊 羊怎么叫啦 猪怎么叫啦 牛怎么叫啊 你又是moo 这个很多都搞不清楚啊 那这就是涉及到 道不到地啊 因为每种叫 动物啊 叫法它有一个单字啊 大部分常见的 那很少见动物 那就没有那个字了 Duck cracks crack就是鸭叫 crack 狗叫叫bark b-a-r-k 那个羊叫叫bark b-a-a 这种字都不一样啊 鸭叫 Duck cracks 那第四种情况就是 名词加名词 但是前面的名词啊 文法上当然是名词啊 在语法上啊 就借用当形容词来用 所以它跟前面这个 这个形容词加名词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真的形容词 这就是真的形容词啊 可是名词加名词 前面啊 就是两个都是名词 可是文法上 名词 名词 可是名词跟名词 要形容词才能修饰名词啊 名词不能修饰 名词不能修饰任何东西啊 动词也不能修饰啊 要修饰就形容词啊 跟副词啊 所以它是文语法上啊 是来借用它做一个形容词啊 我们说吸毒过度啊 吸太多 吸太多毒品啊 这个 吃到会 身体就不行啊 或是死掉啊 他用drug abuse drug 你说毒品 哪一个字啊 过度啊 哪一个字啊 他说过度应该是形容词嘛 这边是两个名词啊 想办法 drug 你说不对啊 drug是药啊 drug是药 没错啊 可是后来也变成了毒品啊 所以它同时两个意思啊 可是 印象drug到底是哪一个啊 所以后来就慢慢 drug就是比较是毒品 那药品呢 就比较不用 不用drug 有medicine 有medicine 没有争议嘛 那完全药品 drug 你说药品 它也是毒品啊 搞不清楚啊 所以就变成 drug就是专门用来 毒品比较多啊 那beuse就是 过度的 泛滥的 是这个药 药 这个毒药 不是 吸毒品 太多 是滥用 毒品滥用 就是吸毒过度 我们说物价调整啊 外国人常常讲 price adjustment price就是价格嘛 物价 就价格嘛 你说 这是价格啊 它不是物价 用中文去想啊 英文price就是 价格就是物价嘛 在英文来讲 就是一个东西 那有人就是 脑袋转不过来 price是价格哦 可是你这个 是物价调整哦 这price好像不太对 有没有另外一个是物价 他会很怕中人 他完全用中文去思考 你跟他解释般 有的一听就 不好意思 我我认知错误啊 有的真是 他就跟你 给你杠子通 明明就不对啊 我就是跟你讲物价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是不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物价 你只知道price嘛 你这个英文不行啊 那price就没有办法了 adjustment 那我认知错误啊 价格调整啊 就是物价调整啊 价格调整啊 那不乖什么啊 谋杀罪名啊 常言unmurved charge 而charge就是控诉 指责控诉啊 就是后来就变成 这是上法庭啊 这是一开始被警察抓到 他要什么罪名啊 警察要什么罪名啊 他逮捕你 然后第二冠不是到法庭啊 第二冠到检察官啊 因为警察不能起诉 一定要警察只是办案 只抓到 然后移送地检署 地检署才能正式的提告 上法庭 所以三关 第一关先到这个警察局 做笔录 当然也不会一定到警察局 到什么分租所 判租所 第二关到检察官 再问你一次 检察官拿着警察来笔录 第三关就到法庭 法庭因为很累 又给你搞一省二省三省 有时候一个案子 给你搞个十几年 所以这个法官太没效 所以法官是无人可知 法官判决不公 没事 法官派一个案子 判了好几年 没事 最大 法官最大 没有人可以讲 一讲 方便司法公正 所以这个叫做莫名其妙 法官常常说莫名其妙 他最大 死亡证明 常用A damn Certificate Certificate就证明 常常比较正式的用法 用这个精确的用法 Death 死亡 外国人常用Death Certificate 你永远讲Proof Death Proof 用什么其他字 那就是你自己在想 当然有些事 这外国人也听得懂 反正就卡卡的 我们说宠物狗 狗当然 狗不一定宠物 流浪狗 外面野狗 你不会拿一张宠物 就拿在家里养 叫宠物狗 外面野狗就不是 常常用A pet dog Pet就是宠物 宠物的狗 两个名词 那第五种情况 就是以 副词搭配其他词性的单子 用副词 跟副词有关的 可能副词 跟动词 跟形容词 因为副词可以修饰动词 可以修饰形容词 可以修饰其他的副词 所以他有这三种情况 当然是 他搭配动词 可能占了七八成 搭配形容词七次 可能 可能 两成吧 搭配其他副词就比较少一点 可能零点几成吧 我们说出国旅游 这个很简单 常常用Travel Abroad Abrad Travel 动词 Abrad是副词 副词是这种Travel Abroad Abrad是出国 说完全接受你的想法 完全接受 百分之百 常常用Fully Accept 所以那个动词 比较常是跟在动词的后面 但是有的时候也跟在前面 都可以 都可以 那这个是动词放 副词放在动词前面 Fully Accept 完全的 完全D 副词是什么D 启用词是什么D Fully Accept 完全的接受 那你说表现 这个表现很差 准备降级 升官发财 跟你无望 Behave Badly 这个很简单 这个谁都听得懂 Behave 动词 表现 Bally 很糟糕的 那Bat 又有人当副词用 所以有些字 它本身 它有LY的副词 但它本身也可以当 当这个副词用 但Bat本身是不能当副词 但是又有人当副词用 当然用Bally是最好 因为LY标准副词 Behave Badly 但是加LY的副词 是最多 最多 可是出现几率最低 最常出现的副词 是最麻烦 就是都没有LY的 像这种Abrad 这种 很多副词 我们还不知道 它是副词 那个最麻烦 所以我在我的 这个16个频道里面 也比较特殊文法 Panon 还有一些 其他相关 对我去讲清楚 这些 没有带LY的副词 所以 我有两个频道 对大家程度 会有很大帮助 一个叫 一个叫做 特殊文法片 跟一般讲文法不一样 我是挑出来的 就是比较实散的 比较大需要知道 另外就是基本单字片 基本单字片 一点也不基本 单字片 基本功 在那里面最多 有一支多 一支多磁性 有文法的概念 所以基本单字片 跟特殊文法片 都有提到这些东西 盲目指责 常用 contained blindly contained就是指责 blindly是盲目 盲目的指责 contained blindly 那么说平均分配 平均分配 英文要怎么讲的 到底 平均要怎么讲 分配怎么讲 又想半天 常常用 distribute equally distribute fairly distribute justly distribute就分配 配罚配送 equally就是平均的 fairly就公平的 justly就公正的 都可以 equally fairly justly 那第六种情况 就是接启词 跟词词性搭配 那我们稍后提到 因为这是一个 比较是一个 不在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还有一个特殊 我们后面 再放着讲 这些词也是我们 非常少闹 常常用错 外国人常常会听不懂 从以上例子 可以看出来 当我们在用词 这两个字以上 来表达 一些意思的时候 不论是有哪些 词性的字 都要力求 跟外国人用的一样 或差不多 入境随俗 I do Roman is the Roman do 罗马人怎么做 就是入境随俗 我们就怎么做 这叫道地 因为你英文讲不到地 外国人可能听不太懂 卡卡的 或者听错 或者认知错误 然后就跟你摇摇头 或者在那边 卡卡的 皱眉头 那你这样子搞久了 老外也不想跟你讲 第二个 你就对英文没信心了 英文没信心 英文就学不好了 英文就是要有兴趣 要有兴心 或者要实用 这几个 有人 我没什么兴趣 可是 可是我公司要求 考试 我要考建筑 考台大 他是 不一定有兴趣 但是实用 有的就是 我不管能不能升官发财 能不能考上什么 一流学 但我最喜欢 也可以 所以学英文 要么兴趣 你跟老外讲的时候 他老师反应都很差 你就没有兴趣 没有自信 那这英文就学不好 不容易学得好 如此 我们在用英文表达的时候 外国人可以立马 立即就听懂 或看懂 无心之中 也会增加 我们对自己英文的能力 执行心 这些 相反的 如果我们在说 写英文的时候 如果自己认为 没什么问题 用中文式的方式 来讲 来写 可是老外 因为他是 母语使用者 你是中式英文 他总是卡卡 听不太懂 皱眉头 摇头 不想跟你讲 那么彼此沟通 就自然出现问题 久而久之 我们也会 我常常会打多次 反正看到就 我们就不敢 我们也会逐渐 对英文丧失 自信心 甚至想放弃英文 那知识搭配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刚才前面 没有讲的 就是介细词 介细词 那我们在下集 下集再把这个介细词 讲完 所以就知识搭配 这些东西 我们这边先起个头 知识搭配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介细词 使用 例如 不论在表达时间 地点 原因手段 目的关系 等等 很多情况 都用介细词 介细词 介细词很复杂 介细词上是开头 到底要用 in 用arm 用for 用with 用by about add 这些东西 常常犹豫不决 这种情况 如果没办法有效解决 会降低 我们跟外国人沟通的效率 所以我后面就举了很多 这种例子 所以这个介细词 不会用的话 会用不正确的时候 也很麻烦 而且介细词 远比我们想象中多很多 所以我在特殊玩法片里面 有提到 有大概 加近一百个 扣除掉很少用的以外 也常用的 有三四十个 经常用的 大概有十七八个 那一般都看得到的 有大概三四十个 所以比我们想象中很多 而且它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可以表达好多意思 它有好几个意思 所以介细词非常复杂 所以我们这个英文 道地 前面刚刚讲的一大堆 道地的知识搭配 那介细词也是 知识搭配其中一种 但它是独立出来 这个因为它范围很大 这也是关系到 我们使用英文 是不是道地 我们的中级讲到这边 下集再把这个讲完